來到西雅圖咖啡的總公司 儘管事發已經第二天 不過呢 總公司仍舊沒有高層 對於西雅圖咖啡使用低價咖啡豆 做出任何說明 貼紙門開開關關 員工卻連探圖都不敢 媒體在門口守候 但西雅圖咖啡總公司 依舊大門緊閉 26號西雅圖咖啡 PO出道歉聲明 標榜百分百阿拉比卡多的西雅圖 卻參有低價的羅布斯塔豆 遭衛生局裁罰標示不符 西雅圖鄭重至上歉意 但其實之後在10月中 西雅圖就遭媒體踢爆 17號他們還一度貼出聲明 指控媒體不時報道 現在卻自打臉貼文悄悄撤下 標榜什麼就是 沒有直接到什麼 因為他說最好的 那結果用的是不好的 當然消費者會覺得說是被騙的 既然他那個不誠實 當然要考慮一下 這期賣場架上有問題的13款 西雅圖咖啡豆已經下架 西雅圖產品幾乎只剩下兩三樣 那這兩種咖啡豆到底差在哪裡 其實阿拉比卡豆中間線彎曲色淺形狀扁 羅布斯塔豆則是色深形狀舊原 但由於阿拉比卡豆產量較少 價格比羅布斯塔豆高了50% 回顧早期創辦的劉增翔 也是挺過最堅困的時期 銀行的債權銀行呢 也都同意的是先展延 才是空手的劉增翔17歲就立志創業 1997年創辦西雅圖咖啡 一度拓展到35間店 但現在卻爆發殘用低價咖啡豆 遭衛生局重罰 沒收不法獲利1000萬元 22年國產落字號的品牌名聲 毀於一旦 既然是新聞台北報導